我们是两点十分开始,所以还有几分钟,请大家稍微等一等,不过大家可以提问题,可以聊天。 朱老师有问题要讨论,看到你来很高兴。 所以今天从中庸开始讲。 对,我们今天从中庸,原本是要从大学来,按照这个次序是大学。 可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民间的公益团体中间,就挑出了中庸的天命之为信的那个经文。 讲完了以后,让听课的人惊艳到说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对于人的情感跟自我调理,要求自我调理情感。 同时从情感中来看一个世界的和平秩序。 他说这个太精,太不得了的一个思维了。 他们以前完全不知道,传统中国是有这么高超的思想。 所以就再三地要求我说讲中庸。 那么不要在这里讲,而要到台北市去讲。 那么因为这样子方便大家到那里去聚会。 同时他们有非常好的摄影啊等等的这些。 然后他们也说,这样子讲完以后就把这么精纯的思想可以放到他们的网络上,让全世界看到。 这一切都非常的好,就一个思想的传播来讲。 那这份美意也值得感谢。 只是后来请教了,因为毕竟这是前天人的故居,在这里讲课有它的特殊性。 也表达对前天人的思想也是传统中国思想的继承。 所以台北市的文化局也好,我们这边的工作同仁也好,都认为即使有那么好的条件,向全世界传播。 不过,在这里讲课的特殊性,它的那个传道性,那么特别是我的特殊位置,就更具有意义。 在说,也有这个,虽然简陋,也有这一个东西,他们也可以来,就是它可以无条件给他们去播。 所以说,他希望我还是在这边讲课。 他说,在思考问题,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他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如果具有传道性,就不能从个人的立场去思考。 或者是从一个单纯的传播的,有力的条件去思考,而应该更能够看到,在今天的这一个时代中,一个道的传承的重要性。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所以就在这里。 那么,不过我答应,因为他们有的,在那个团体,公益团体中的朋友们,有的等我讲,大学中庸已经等了好几年了。 我们讲梦子讲很久啊。 所以,他们希望说,现在知道中庸,因为我讲中庸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在论语是建立人的生命自觉,以及生命的主体系。 梦子,开展出人心性之学,而大学是透过理性认识自己,然后建立,开展自我的心性。 然后,从个体以至于到天下,化为一体。 这个是传统中国以及在人类史上,如果我们深刻地去讨论,那可是一个不得了的观点。 西方到今天分裂,整个的欧洲因分裂而衰败,整个的中东因分裂而为鱼肉。 包括美国,在最强的时代,快速消亡,衰退。 这都是来自于他们本身,个人是个人,社会是个人,是社会。 不同的利益团体,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产生各种纠纷冲突,以至于造成他们的衰败。 欧洲也一样,看欧洲的社会运动,包括人民运动,我们会以为那是人民做主, 然后人民的为自身的利益可以抗争,把那个什么政府本身容许等等, 这就是民主,其实是一个错误。错误在什么地方? 所有抗争的背后都是利益团体的知识。单单政府本身,单单一个党本身, 就都有利益团体的知识所造成的。 这是他们的传统,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这是西方的传统。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然后到中世纪之后,中世纪,中世纪之后,国家主义的兴建。 我们可以去看,美国现在有一个大汉学家,欧阳泰,他写了一本书很重要, 叫做《火药的时代》。小标题,西方何以崛起? 大家可以去看,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不断的杀伐血流成河, 然后的抗争中走出到今天。 他们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是架在这个前提底下, 然后标榜在这种冲突中如何维护人权。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大家可以都在一个人的前提下,可以成为一个大家族,如同大家族。 然后共同讨论和平的可能性。 既然也有战乱,只是战乱是短期的,是被视为不正常的,和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 西方是认为战乱是正常的,西方认为因为有战乱才会有进步。 和平反而是短暂是短期的,不是常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像上次我们读《孟子》。 从孟子的第一章《走不远千里而来,可有礼物国乎》。 我们就看到在今天西方面对防疫所采取的政策。 跟台湾在政府还没有一个成熟政策出来的时候,老百姓自动戴起口罩,自我防护。 这在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认为生命活着是上天所给予的最大恩赐。 所以中国大陆也能够用封城封国的方式,让十几亿人口配合。 大家共同在一个古老的文化下,就是尊生,生命是最贵重的。 面对今天最大的敌人病毒,一起努力。 台湾大家也同样,刚开始的时候,亚洲除了日本之外,也都如此。 只是现在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就看各地方的各种社会条件,就有了不同的发展。 可是在欧洲一直到美国,美国已经有八十万人死亡了,八十多万人死亡了。 然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以及即使德国,即使比利时,即使荷兰想要封城。 你看几十万人上街头,示威。 说他们不容许政府借着这样的时刻,借着防疫而剥夺了他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人权。 所以他们宁可不要戴口罩,宁可感染,宁可死亡。 这个背后是一个文化性。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中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上的一种特殊性,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智慧。 我当时在那个公益团体里介绍了中庸,我的题目基本上是从全世界最早的EQ,一本EQ的著作。 不是IQ啊,IQ讲智力。EQ,自我情绪的调整。 所以,论语讲个体的建立,个体的建立就是生命主体性的建立。 在这样的生命中,在人的这种生命中,一个主体性的建立。 动物没有主体性,一个主体性的建立。 那么也是确立个人的生命价值。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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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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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确立了个人的生命价值 以及个人的生命主体系 以个人的生命主体系 它也是确立了人的生命价值 这个人是群体 人群体的生命价值 那么这个群体的生命价值 是在人在达成生存 完成生活 并开展出人可能有的生命理想 因为没有生命没有个体不可能 是以确立生命是人生存 生活生命的中心 是上天最大的赐福 这是论语最重要的部分 的宗旨所在 所以读论语没有读到这个 有没有读到论语中的样子 单纯的道德性的表达 没有错 可是不够去陈述这种最辉宏的 中国生命哲学 传统中国 所叙述的 所创造的生命哲学 或者人的生命哲学 不是人生哲学 我们用的是人的生命哲学 这个是来这堂课一定要清楚的 你说人生哲学 立刻就混淆 跟西方哲学差不多 可是它是以人为主 我们在其他的课堂上说 这是人学 这是人学 就是以人为知识独体 以这个人作为知识的对象 跟西方以物 和西方的以物 作为知识对象不同 也跟所谓的犹太 古犹太 古埃及 古希腊 古印度 以神 以神 作为知识对象 不同 它是人类 至今仍然 至今仍然具有着高度生命力的活动 推动着人们继续向前的 重要的重大的 三个大知识理论系统 以物 以神 以人 如果说 有朋友 因为今天 在我来的贺群 我们的助教 他提到中西方的艺术当中 最后他说 钱先生有没有这么评论过 在这些文化上 谁是最高的 我说没有 没有 钱先生没有这么评论 但是 谁有最大的包容性 钱先生说过 倒说了 是传统中国的学问 有最大的包容性 为什么 他从人出发 所以 站在人性的立场 论理中说 性相近 习相远 人的差别在于文化所造就的习性 而文化的不同 会造就习性 原因是 解决自己所处的 环境中的各种问题 困难挑战问题 以达成生存的需要 这我常说 常常来我们课堂上的 一定常听我说 因为这个说法 很少人说 而且容易被忽略了 所以我就说个不停 西方为什么 一切以战斗为主 俄国何以所谓的战斗民族 相对于整个欧洲的战斗来讲 他们更是战斗民族 他们的生活环境太艰难了 远从五六千年以前 七千年八千年以前 苏美人的时代 就是一个艰难的生活环境 那个两河流域 如果我们今天对黄河 对长江 对珠江 对黑龙江 这种大河 对云梦大折 对波阳湖 对这个洞庭湖 对这个那个那个湖 的印象 你们去看看两河流域 我是亲自去的 地板很狭小 不同的族群为了争生存 很容易做俗死动 所以苏美人到今天在哪里不知道 连缘起都不知道 他怎么来的 他完全被消灭掉 除了还有泥板的资料 可是不足以解释 他被阿卡德人 阿卡德人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被亚树人 被巴比伦人 被波斯人 都消除了 看看他们一代一代 你看看犹太人 十二个大部族 最后剩下两个小部族 然后他们提出耶和华 作为他们的保护神 然后坚持团结在 耶和华之下 阿拉伯人也一样 坚持在可兰经代理下 以求自己生存的凭借 所以我们看阿拉伯人 哎呦 这些阿拉伯人 吃信回家 然后慢慢开放 开放开放 开放了以后就 敏为众人意 敏为众人了嘛 那就成了西方的一支嘛 西方文化下的一支了 那要如何的维持自己的 这个族群的特殊性 确定自己的存在性 他只能回到 原始克兰经理 原始的基督 犹太教信仰上 所以他连阿拉伯人 要穿那个 最古老的原始的 阿拉伯的那个 回家衣服 他转身转不过来 基督教也一样 他现在全面打击中国大陆 那么拜登 从欧巴马开始 到拜登 到今天的欧洲 议会的主席秘书长等等 还有那些各个国家的议会里面的 那些什么长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法 不这么打击的话 除了科技他们要赶散我们 最重要 他们的价值观 将淹没我们 将淹没我们 所真的就是 一个生命特有的解释问题 可是西班人的解释 生命的解释 生命不是最高的价值 生命是附属在上帝底下 必须听从上帝来做决定 他们也转不过生来 如果一旦没有了上帝 他们也敏为众人一子 可是传统中国 就从人开始 大家都是人 所有的人都要生命 所以生命本身是最高的价值 上天会创造人 创造生命 创造人 使人能创造一切 参与天地的创造 那么人在创造中 展现他的优秀性 那么人的价值 人的生命价值 不是站在人性的根本 对生命的肯定上 不是一律平等吗 所以前先生说 他的包容性 是最为宽大 有最多的可能性 他从来没有比说 哎哟一定比他好 一定比他好 一个学者不会轻易这么比 那么他这么问了 我就再借着这个东西来讲 传统的人选 所展现出来的 这一个生命价值观 应该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没有人谁认识上帝 谁认识谁 神 没有人科学怎么发展 所以从人出发 搞定了人 弄清楚 但还才有和平的可能 中庸谈的是这个 梦子 人何以能如此 提出了心吗 人何以能够理解 人何以能够创造 人何以能够有爱 就因为有一颗心 这个心是动物所没有的 只有人有 所以人意与情受者之息 其息 所以人意与情受者之息 其息 其息 其息在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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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人有心 動物沒心 那麼什麼是心 孟子說 有愛 有愛的同理心 有愛的同理心 因愛 而 而展現的 同理心 這個同理心是因為有愛所以開展出來的 有修悟心 有修悟心 有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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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悟心就是自我要求心 希望把事情做得好 希望自己有個樣子 希望自己不配成為笑柄等等 說得高說得低 有各種狀態 就是自求完善 有自求完善之心 有自求完善之心 因為生命本身是完好的 那麽也請朋友們特別注意 我在這樣子講的時候 你們有信佛教的 或者對佛學有所認知的 是不是跟佛學很不同 佛學生命就是一個苦難 就是在中國沒有 在古老的中國沒有這個觀點 為什麽 因為有這個心啊 心有所覺啊 心的最大表現就是覺 就是覺 就是覺 有覺就能調整 有覺就能化朱末為神奇 有覺就能化朱末為神奇 就能化朱末為神奇 甚至於化悲劇為戲劇 所以中國戲劇中沒有悲劇 除了元朝 元朝一代 因為蒙古人太可怕 然後他們這個 讓那個奢牧人 來做CEO 來做政治的CEO 蒙古人只要錢 所以有奢牧人 做各地方的長官 然後他們毫無同情的收稅 不行就 以至於整個的社會 大家拼命送錢 拼命賄賂 然後產生了很多很多的苦難 所以在中國戲劇 只有元朝悲劇 只有元朝悲劇最多 可是元朝的悲劇 到了明代 都化成喜劇了 雖然化得有點荒唐了 藉著神奇的事故 就像最有名的悲劇 鬥了冤 有沒有 哎呦 但是我控告你上天 你怎麼可能讓人時間如此 所以一刀砍下去 噢 他的雪冒三丈 震動了老天爺 然後六月數天卻下大雪 可是到了明代呢 他的魂魄 飄飄蕩蕩 飄飄蕩蕩 飄蕩蕩 到了閻羅王那裡去 閻羅王說 不 你有太大的冤屈 你心願未了 我讓你回到陽界 等待你父親 你父親沒有死 他做了大官了 他就在元朝做了大官 他現在就要到你死的這個地方 做雄斧了 他什麼時候 就要到旅館裡了 然後你就去看他 然後告訴他 他就替你報仇 我就變成這樣 甚至於梁山坡住英台 也就化成蝴蝶 讓他們的翅膀 載著他們的愛情 化入了無限的宇宙之中 有這顆心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這是中國人說很特別的 西方沒有 所以西方人在今天害怕的是 一個垃圾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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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在垃圾堆上的國家 怎麼短短的三十年內完成了西方四百年五百年 每一副新一來 一切成就 特別高科技 所以吉辛吉 對美國總統說 你們千萬不要去禁芯片 你們禁什麼 中國人就去做什麼 到時候 一切都超越西方港上 因為他們自己是獨特發展 這個世界一定要形成網絡 才能抓得住他們 這就是一個完好的追求 所謂羞物之心的擴大 那麼再來 慈讓 慈讓之心 這是愛的擴大 這是人在生命自覺中 就是人在生命自覺中 就是人在生命自覺中 愛的擴大 把愛分出去 這也就是讓人共享之心 讓人共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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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善讓 搖順的善讓 一路下來 到西周文王所提出的 共有共享 共尊共榮 以至於到堅愛的提出 莫子堅愛的提出 台灣 台灣基本上 繼承了這樣的一個傳統的文化 不信你們去調查 全台灣每年捐助出來做公益事業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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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團體 的錢 三千四百多億 就全世界而言 以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這可是不得了的數字 你看看台灣人有多大的愛心 這是一個傳統文化的展現 這是一個傳統文化的展現 慈讓之心 先不成 好 謝謝你 因為你一擦掉我會忘記我講什麼 那個公益團體 也就是希望看到這一個 這樣大的愛心 可是大家都具有菩薩心場 然後都具有那個什麼 三體輪空的菩薩布施 錢丟出去 不管了 你怎麼去花 不會 連政府在內 但是 因此我們實際去檢驗好多弱勢團體 並沒有真的獲得有效支持 那這個團體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去建立一個有效的檢驗系統 協助NPO公益團體 協助NPO公益團體 有效發揮這份慈讓之心 這份愛 所以我才會去跟他們講主任 那麼最後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是理性的分辨 是理性的分辨 是理性的分辨 則是 生命之愛 的展現 為什麼我不說它是感性 請朋友們特別注意 因為生命之愛不是單純的感性 它是深層的 在生命自覺中所產生的 生命感受 它一定要透過自覺 這樣子的一個機轉 自覺的認識機轉 自覺的認識機轉 然後 才能開展的 才能開展出 最深層的 生命感受 生命感受 生命認知 生命關懷 所以它不是感覺 不是一般感覺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 它不是一般感覺 一般感覺馬上就是西方的感性跟理性的對峙 所以這合起來 全是新的作用 那麼這新的作用 我們用現代心理學來說 我們用現代心理學來說 用現代心理學來說 謝謝 就是意識思維 心理意識 就是心理意識的 意識 意識 思維 認知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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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第三個等級 理性 最高的第四個等級 意識思維 意識認知 Consciousness 在現在心理學上說 就是人的自我反轉再認識 的這一個機制的展現 在人的認知上 能自我反轉再認識的認知 對任何的事物 我們可以再認識 所以我們可以整體的認識 我們可以深入的認識 我們可以俯瞰式的認識 然後我們對這些認識 從各個角度 重新開始 重新出發 隨時調整 人的創造力 是從這些認知開始的 孟子用一個心把它全蓋過住 從這裡出發 使生命哲學 以人為主的生命哲學 有了一個核心的基礎 它是孔子論語思想的擴大 而後禮記裡的大學 被發現 等一下我會抄很多資料給朋友們 被發現 被提出 成為文語孟子下的一個方法論 你如何從理性認知自己 開展意識 如何從理性認知自己 以至於天地萬物 如何從理性認知自己 以至於天地萬物 到天下 到天下 這之間的那個共同性和一致性 在西方個人就是個人 群體就是群體 全然化分 國家就是國家的世界 世界就是世界 各自不相干 可是大學 它具有一致的關聯性 你如何利用這一致的關聯性 達到世界和平 從沒方法論之一 而後中庸 透過人生命的愛 生命生成自絕後 所產生的生命關懷 同樣從個人 以至於到宇宙 都能在這一個生命的關懷中 達成明知 創造的平 所以唐朝以後發現了 這兩部書的重要性 宋代把它提出 然後接著 輪與孟子而下 跟細部的帶動人們去 發展理性 開展感 感受性 開展生命的感受性 此後 它成為傳統中國文化和學術的核心 中國精神的核心 以至於到今天 所以在講四書的時候 講完了論譽 講完了孟子 講大學 然後最後是由中庸總結 所以在講四書的時候 講完了論譽 講完了孟子 講大學 一方面是因為有一份人情 希望也能夠提供給關心而喜歡的人 他們急著想知道 急著想聽完整的 有關中庸的部分 那麼二方面 我們接著中庸再講大學 也是可以的 沒有太大的差別 它的那個次第 不是絕對的分野 那我們現在就是 把講中庸的序論 用第一堂時間把它講完了正好 也把我們的這個課堂中的特殊的學術立場 從人出發 從生命的關懷 生命的愛 從人的自覺的這個特點跳出 提供給今天新來的朋友 也幫老朋友們複習複習 因為往下 這是我們的最大前提 同時也是繼承前仙人的說法 他的前仙人的特殊性 跟在這個時代 有的人認為他保守 實際上他是在基層中 開發出更大認識傳統中國的天地 其實也是開發出 人們認識人於這個世界的視野 前仙人的國史大綱 其實講的是一部世界史 同時龐通 還是可以龐通的 除了是世界史 還是可以龐通的 而政治 自亂史 政治自亂史 只是現代的人說起來進一步 其實並沒有開展 因為基本上除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這些學術界 人固守著清代的一些考驅之學的限制 二方面又受胡適之的影響 認為考驅之學是最合乎於西方科學的 方法論的學科 這是中國最有價值的 也就一直停留在這個上面 而沒有從人的生命哲學 這個觀點去看 所以限制了對自身學術的認識 而這部分是錢先生的創造也可以 是錢先生從舊有的資料中展現出來的 他所含長的新生病 這就叫做溫固而知心 所以錢先生是這一代唯一的老師 溫固而知心可以維持 直到現在大家還沒有認識他 還不太認識他 所以文化局也好 我們的工作同仁 特別是我們的執行長 剛才有朋友們認識的秦教授 說你必須從傳道的觀點 必須從道的觀點 來看你在這裡講課的意義 而不是要怎麼把思想傳播出去 那我想他們說的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今天還在這裡 我很歡迎你們來 因為沒有想到人這麼多 太好了 我們就休息一下 下一節課再開始 我們的課程 好的 終於是我們的 錢 哪一 Kathleen 我們 gerade也要不公開台了 不是旅是 援帶失組的 對 他社的那個 klaució審 我們就做了�azioni 那麼他們在裡 找這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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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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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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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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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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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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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